另外这只流浪的小黑狗呢 它的脖子被这紧圈勒得非常非常之紧 整个伤口呢都破掉了流浓还发臭 苍蝇都一直在盯它 不过呢是不是之前有受到什么样的虐待 所以看到人它就非常之害怕警戒 那么爱狗的人想要去救它都没有办法 它就跑到你追不到 甚至呢现在只好出动里长来报警了 这次呢就拿出了麻醉吹剑 总算把这个小黑狗给捕捉起来 不过呢是要为了把它送到医院去治疗 黑狗臀部重剑跑进香蕉园内 爱狗人士颈椎在后不到三分钟 就发现黑狗因为药效发作 倒在小巷旁 发炎吧 发炎吧然后很臭啊 流浓了臭臭的 它叫做不处理的吗 不处理啊久了就烂掉了 黑狗的颈部长期被捞颈 伤口溃烂流浓发臭 苍蝇围绕爱狗人士也赶紧将它送医整治 它的那个道路就是相接的啊根本就追不到 你们抓多久啊 快三个小时 对啊 结果就不行真的不行抓不到 对啊 几个人去抓 五个 抓到里长说要报警 网友日前在高雄县岐山镇的棋尾堂场附近 看到这只黑狗向全勒勃 伤口牛膜赶紧发动救狗行动到现场搜索 因为黑狗的警戒心强 好几次都无功而返 周围终于将黑狗送医 一旁的爱狗人士总算放下心 周年新闻记博士网月方高松报道 周年新闻记华